其实董又林最近作品挺多的 又尝试主持又唱歌 昨天还是前天刚发了一首打扰了 不抢你饭碗 不抢抢抢应该的后生可畏 我反正已经倒在沙滩上了 哇你那个视频我看太多次了 你可以了 他今天见到我的时候就跟我强调了这个话 一直在说 我特别会模仿但我今天就不模仿了 谢谢你 给我还留有一点点尊严好吗 所以我就本来我想夸你的歌的 但我觉得就这样吧 夸一下吧 我没有什么好夸的 我觉得太好听了 特别适合我 谢谢 真的打扰了抱歉 对出了一首歌叫打扰了 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打扰了 那你有在别的领域有打扰我们吗 别的领域是 最近听说在学演戏怎样 你要抢谁的饭碗 抢李诚的饭碗吗 别闹了 为什么抢我的饭碗就可以 不能抢李诚的 我和诚哥刚 我们打篮球抢他饭碗就可以了 我们参加打篮球节目 然后最近在 我今年拍了一些戏 然后我第一部戏 也会在20年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播 然后第一张专辑 第一次演唱会 都在2020年1月 感觉你还没有长到 好多第一次都在明年 对 就是刚好我也叫董又琳 明年零 就是可能希望是个好年吧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周 张丽娜 对不起 丽娜对不起 大家好我是张丽娜 丽娜的第二梦想 其实我第一梦想 应该是我现在的梦想 但是我就是还是做一名 职业的model 但是我在第一梦想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放弃了 然后做了一位母亲 对 对 然后所以我现在的第二梦想 应该再回到我的第一梦想 所以我还是应该 继续努力做好 我的模特这个职业 从一而终 所以再次启航 其实也件很辛苦的事情 我们将会给你 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加油 做妈妈不易 做一个追梦人更不容易 加油加油 谢谢 对 希望有机会吧 有机会我练一练 一切尽有可能 你看梦想是最好的舞台 期待着 丽娜吗 纳扎 纳扎对不起 对不起 sorry 纳扎 纳扎 杂志编辑吧 因为我想把我感知到的美和时尚 分享给大家 对 叫纳扎 没事没事 你知道这是我今天晚上 一下子要面对那么多的艺人 每个人要聊天 真的脑子非常抱歉 纳扎 我爱你 sorry 我向你沉舍的道歉 对不起 希望你这个时尚编辑的梦想 能够实现 可以考虑来时尚COSMO 慢慢的先实习起来开始 对不起 再次沉舍的道歉 抱歉 对不起 你自己说吧 东宇 我紧张了 对不起 我觉得就是 哎呀 我实在想不到 我想回家再想想 不着急不着急 我没有时间 回头你想到了 微博 at我一下 我帮你过散 可以可以可以 好谢谢 好 球必唱 因为今年然后做了很多关于女性的事情 然后也希望所有的女性然后可以更加的有自信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能真真真正的散发出属于每一个人的特色 我首先要非常感谢时尚COSMO美丽圣典颁发给我这个奖 因为在之前这已经是我第二次站到这个舞台上拿到大家对我的肯定 然后如果是不成为演员的话我可能会去做西点师或者甜点师因为我觉得能给别人带来幸福的工作也是我的幸福谢谢 就是一个小好的假设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每一位获奖的嘉宾和艺人 相信他们在追寻自己真正梦想的时候一直是全力以赴的 希望我们的掌声给他们最大的鼓励和肯定 谢谢他们 谢谢 也再次对那扎说一声很抱歉 这是对于主持人一个非常 是说明我还需要不断的进步 很抱歉 谢谢 谢谢你的笑容 谢谢 各位请休息 谢谢 刚刚刷了一下微博看到有人在骂我 我在这边感到抱歉 打扰了 我实在没有这个经验 然后现丑了 希望你们多多包涵 舞台是他始终魅力无 舞台是舞台 没事 打扰了 新锐演员屈楚潇 打扰了 现在要走上红毯的是青年演员李线 在这个夏天实力化为我们的线男友 成功收割一部 线女友打扰了 哇 好帅 在风中有朵云做的云 哦 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首次 打扰了 最近风歌两部作品入围建国七十周年线礼剧 我国第一部火箭 火箭军题材的电视剧 号手就位也在筹备中 打扰了 春春在七月发行了 由她担当 那个全新创作专辑 哇 打扰了 你可以分享一下拍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然后大概八天拍了一百二十个小时 八天拍一百二十个小时 对就平均每天十五多个十五个小时 那还好吧还好吧 哈哈 打扰了五分呢 你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榜样 不要拍马屁 太人才了 我想搞一个家业 那希望你到时候有空你愿意来吗 呃 除非你自己做厨师 当然是我自己做了 我没有钱再再买请厨师来做了 打扰了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穿搭法则吗 呃 舒服就好 那请问你穿这样舒服吗 特别舒服 真的吗 真的 打扰了 一台车三十一个人啊 违规 呜 打扰了 呃 分享一下你今天的造型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造型啊 呃 今天是迪奥的裙子啊 然后 对啊 也是 哦对啊 很明显 很明显 打扰了 跟导演的父子关系 有什么不一样吗 呃 其实在剧组 他是一名非常 细心 然后非常专业的导演 然后在家里 我觉得他是最好的父亲 我听 我表哥总说 你父亲 是他最喜欢的导演 哎 是的 对对对 打扰了 那如果你能穿越到十年后 你觉得 那时候的你会在做什么 十年后的现在吗 对 喘饭 有道理 有道理 打扰了 老师我有问题要问你 呃 提到您时尚大片 功力了得 有什么诀窍可以向我们分享吗 呃 没什么学校 就是功课做的多一点 我觉得你要多做做功课 打扰了 领略了GQ新媒体创意脑洞之后 很想问你 你在 哎 下一张没给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个 没写完 呃 我觉得你可能会想说 在内容创作上 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吧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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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 我也是 我也是 8号飞纽约 哦 那好啊 到时候见 那我们再见 我妈还说 我想尝试剪你这样的头发 但是她现在还在留 还没留出来 哇 哈哈哈 打扰了 宽宽先在那儿 先拍个照 我跟你五百多天没见了 跟你五百多天没见了 啊 真的 对对对 你先去这个 哦 抱歉 打扰了 那 你是一个演员 又是职业赛车手 那这两个身份 对你来说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呃 还好吧 文体不分家 都挺好 哦 我自己也很喜欢赛车 但是我还没有拿到实照 哇 所以我很佩服你 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 好 我 我 喜欢赛车 是吧 打扰了 金刚老师 其实 我关注你超级久的 然后你的 之前的作品啊 还有歌我 你 有我们之间的爱情 要在哪里 我超喜欢这首的 打扰了 哇 一 飞过了一万公里 数着自己 和你的距离 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 找寻曾经辽阔的风景 最后才发现 还是我太在意